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迅速累积金钱与江湖实力 他在黑道的地位有如刚去世的棒狗 同样号称黑道仲裁者 因为狗鸣神秘低调的个性 江湖上也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 像是出门的时候 狗鸣必定是12辆浩浩荡荡的兵士车队 他到底坐在哪一辆外人无从得知 而他为人豪爽但是却很客气 派人汇车的时候没有黑道大哥的霸气 总是礼貌地让对方先通行 也因此当中部发生重大的绑架案件 不论是电丸大和余郭驻被张启明绑架 或是三年前的台中市副议长张侯年 遭薛球集团辱人勒俗 都请他出面斡旋 虽然这些轰轰烈烈的事迹他一概否认 但是继棒狗之后 说到黑道仲裁者 大家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公平丁赵兄 深情一吻 新郎就是天龙堂第一任堂主陈卫明 婚礼当天多卫明带钱来祝贺 前立委曾蔡梅佐还担任介绍人 政商人士都来捧场 席开两百桌 可见陈卫明黑白两道是很开 周刊更曾爆料前副总统吴敦义 和陈卫明会面留下合影 引发轩然大波 陈卫明创立的天龙堂 是竹联邦第一大堂 旗下十八个分会 势力集中在台北和高雄 成员将近一万人 天龙堂堂主陈卫明交办给第二代堂主 左凤刚后 退休交给现任堂主 霞哥王芳霞 左凤刚母亲过世时 告别世上 更能看到前总统 马银九陈水扁赠送的晚年 日本商口组都派人来台致意 五两交车一路尾随被害人 发现目标完整巷弄 大批二杀立刻下车 有人拿电极棒 有人拿球棍砸车 还把被害人拖下车殴打 打完了再把人压上车 逼迫钱了两百多万人的本票 然后一群人嚣张离去 鲁人讨债祖先就是他 六十五年次的林文熙 他跟曾是新北市板朝的市民代表 为了赚取利益 结合包派分子 甚至企图介入各大公共工程标案 以及土方生意 昔日明代染黑 成为嫌犯 实在讽刺 好朋友 欢迎这一阶段新交流来宾 这是前警官高仁何先生 惠明好 大家好 还有军事专家张友华大哥 惠明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行走江湖 有些事情呢 这个一点绝而已 通了你就很多事情都通了 不通的时候 惹到不该惹的人 有够麻烦的 有一个人 因为通常会有些人 是你惹不起的大哥 那么这个故事事实上是 台南的一家很有名的一个酒店 这家酒店的名字 跟我们一个乐团的名字很像 五月天的谐音很像 这家酒店很像 然后在台南非常的有名 号称有很多的 等于说美丽的座台小姐 像妃子一样 可是这一天来了一个 来了一个先生 然后他跟座台小姐很谈的来 然后就问他 这个我们出去那边坐外厂 对吧 OK 买出厂 那你我先问好啊 如果你不能坐S S就是性交易啦 Sex的意思 如果你不行的话 我买出去 我会去店头 带你去生家 带你去买东西 带你吃宵鱼 对吧 让你吃宵鱼 这个小姐说OK OK 然后很高兴啊 买出厂了以后 他一定在计程车里面 可能跟这个小姐讲说 他是家里来 因为他是台南的酒店嘛 他应该有在车子里面聊天的时候 让这个小姐知道 他是外地来 差别在什么地方 当他知道你外地来的时候 你就是一头带宰的飞扬 因为你不是我这里的嘛 那我可以在 比如说价格的部分啊 做S的 你都已经买我出厂的出来的 有给你钓管给啊 男人在那个时候 你跟他说多少都OK 你知道吗 对吧 你还说两万 OK 对吧 比如说跟你斤斤计较了 那结果呢 就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女的突然间 本来目标 计程车目标前进 是要到火腿路 结果火腿路不去 他拒绝啊 你知道吗 他突然间说他不做 不做了以后呢 而且更离谱的是啊 两个人可能在 计程车里面 有些 那个等于说纠纷的时候 两个经纪公司 通常这些小姐 都有酒店经纪 打电话来 有没有 因为知道 应该是打电话嘛 电话好 打电话来以后呢 就开始呛声了 就呛声了 这一位来自于嘉义的 这个中年男子啊 呛声 而且还叫他的小姐 你就不要跟他去 那个旅馆啊干嘛 你不用插约啊 什么样 就跟他呛声 好 这个中年男子进入个性 一气之下 叫进车车司机 不要去火腿路了 在这一带人 把我塞起家义 你知道吗 他非常好 叫回家义 你知道吗 然后小姐想说 回家义 然后他就回到家义 再到家义以后 门打开车车 叫那个小姐出去 就把他丢包 你知道吗 去处理 你们白败了 对不对 把你丢掉了 这些买买了 为什么 那两个酒店经纪 不是知道他的电话吗 小姐赶快就跟酒店经纪讲啊 酒店经纪就打电话来 对不对 你要来回家义 不然你没输 赢一下 不然我给他赢一下 我不要帮你耍 听起来有点像仙人跳 他不知道他惹错人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其实这一位 这个中年男子呢 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中年男子嘛 他其实是嘉义黑道角度金主 那面民主真是落地 然后人家还要来把我赢民 还要叫我哪一笔和解金嘛 那双方约定在台南的这一家酒店谈判 那么事实上呢 这个故事里面 这件事情里面呢 警方其实知道有去查 确实有嘉义的角度来台南 这个等于说喝酒 但是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 为什么没有发生事情 因为后来这位黑道的金主 一口气找了嘉义最顶尖的三个老大 你知道吗 但是呢 这三个老大呢 因为里面不可能全部都去 你才会有什么 因为这三个老大加起来啊 他们的现金资产 超过新台币一千亿 我绝对讲的不夸张 其中有一位 单单有一位 他的现金在台湾可能是 我们现在可能金资 现金拿出来 不管是欧社会还是商场 大概只有他最高 他可以一口气拿五百亿出来 因为整个东南亚的黑道跟澳门的 那个赌博什么东西 都是他自己本身在投资的 三个那么大的一个 等于说黑道大哥那些金主啊 就 咦 咦 咦 人家去台南喝酒去乎 对 不得了了 对 那他们是黑道啊 你知道吗 所以很简单 兄弟都漏掉 几十个兄弟都漏掉 那我们要谈判 跟我们的包厢 有的大型包厢 坐三四个包厢 全部是小弟 对吗 小弟会把你坐到包厢底上 那不是生意很好吗 生意很好 问题是 可能都早起来的 要来输赢就对了 不是要严重社会的时候 要来说什么事嘛 那对方就吓出了 你照理来讲 能够在台南这个地方 开这间店说我没听的 黑白党的关系都很好 警察关系也很好 黑白党的关系也很好 你来老人 怎么整个人来 我也可以去老人 对吗 可问题是 知道对方爆出来的名号 是嘉义三个老大的时候 可不可以认识了 这间店可能不一定不小心 开到一半 可能就用棒会销 你知道吗 惹不起啊 这三个老大在道上 赫赫有名 包括嘉义海山的老大 嘉义驰很出名 跟嘉义关联合一个山山 对啊 整个嘉义 全部三个最大的老大 他都认识 都叫小弟过来 这个高与阿伯好起乎 没不对啊 结果母母也扑到三个大脚头 母几包之后 要怎么解决这件事 当然不可能报警了 要怎么报警 后来是很简单 人说人在江湖 必须要软硬尖尸 还有必须要能屈能伸 后来花大小 什么叫人拿好赶金 马上包一包 一包十万块 他说阿伯啊 阿伯啊 十万块是做什么 大家喝茶喝茶 喝茶就好了 喝茶来为嘉义来吃 坐车的 要有钱嘛 这就算喝茶 要有钱就对了 后来十万块赶快包出来 赶快道歉 然后呢 现场的经理 经理看这种场面 看很多了嘛 也出来 看给个面子 给个面子 年轻人不懂事 然后哔哩啪啪道歉了以后 终于把一场本来 剑拔弩张的火兵 就这样化解掉 再来看看 开酒店啊 游泳场都要打招呼的 这位人士 是怎么样的一个 咖哩的任何大格力 亲身经验 以前在中山区 因为中山区曾经 被号称天下第一分局 所以在中山区 所有的特种行业 加加进去 一两千家 当时在中山区 我刚毕业没多久 到中山区服务的时候 我就听我的长官 刚问我的学长说 我们这里有一个 某某情志单位的 一个高阶的官员 都会点到我们这里出路 我们这里出路 刚才他 比较客气 不过得失了 民国76年 我第一次碰到 他的庐山匄面目的时候 我看到他 奇怪 这行 跟我在观念里面 他那个官阶的印象 落差有点大 那我也不敢得罪他 只是我印象中 我在办公室值班 然后我的班室在班 然后他的水旁旁旁 跟了两三个 我也不认识的人 进来说要找我们上面的人 我说不在 然后他讲 泡茶给我喝 我叫我泡茶给你们 我们也就泡茶给你们 人家就说这个人的名字 对啊 我们那里面 那里面 以前中部的 我们那中部的 听到他来 哇 来外客气 马上店铁楼 问他说 要 莫名档的 要再吃虫了吗 我现在很叫 叫 叫 两天落那边随藏过来 他说 亲在叫味道就好了 自己带酒来办公室好了 那就是酒店银售 酒我監摄办公室 那以前 警察局里面喝酒抽烟 很正常 对 那个是很正常的 那后来有一天 我就 私底下 我就跟我学长聊天 他到底是什么人物 他真的 化水也坚重 大家就怕他 没有一个人不怕他 我看他 横着走啊 他在马路上 可能计程车也不敢撞他 真的 为什么后来他这个人 他在当时中山区 一段时间混不下去的时候 他跑到大安松山 为什么混不下去呢 因为他四处去跟每一个店家说 你要开电动玩具 没关系 这个地方 我给你发露 我给你打点 钱放了口袋 都没有去帮人家做任何事情 那跟酒店的业者也是一样 说你要 尤其 很多媒体工作的人 就是记者都去骗掉 那几个人都在 瑞德哥108的 那几个人都在 都骗掉 包括我们警察局里面 都骗 骗记者钱又骗警察钱 骗说真正的钱 真的真的 钱真万千 所以他到底是谁 他是什么忍不及的堪 你也说来听听的啊 我们年纪比较小 没有钱让他骗 他那个动辄50万100万 那个时封背景50万100万 很大 就我一公里薪水只要10万7块而已 那后来有一天 就是我们巷子后面的民生动路 以前麦当劳 麦当劳那个 那个阳记章那个爆炸案那个 包括那个地方还是我们单位管的 那巷子里面有一家很有名的夜店 那夜店旁边有一个很有名的钢琴酒店 那钢琴酒店老板就四处去埋怨 他说我这间店做不起来 做不起来了 那时候生态在改变 他说不好做 想搜一搜 那跟我们里面 他的管区的学长讲说 他想搜一搜 那他那个账单 账单里面是有的 那个单子 酒钱 他说他花酒钱请你都没关系 但是女生的钱 女生小孩坐大事 你要付给人家 他就想说 因为以前没有行动电话 也没有呼叫器 那他就要找那个 我说的那个高阶的那些官员 他找不到 结果以前会发明片 台北市某某什么组 他就照着那个电话打进去 打进去跟里面一问 没有啊 这个人去年就没在我们这边工作了 已经没做了 没有做了 还在外面招摇撞骗 没做了 但是没人知道 没人知道 他就有好招摇撞骗 四处骗钱 四处喝 他就去喝口头 走到那边喝口头 店里看了 不好意思 叫你去买钱 正常的 后来 那个业者一听 哇 开玩笑 那个业者很有名 他那个业者姓马 那个那个姓 开过什么 花什么花的那个 那个很有名的 他一听 哇不得了 你原来是已经一年多 都没在那个单位 还来我这边 百吃百喝 还四处骗钱 那就联络了很多人 联络了 他的一些 我们讲说他去赌 赌资的赌债的一些 缴咖 联络了一些 他欠过钱的这些警察 媒体记者 他联络了很多人 联络了他就不跟他打钱 他有一天 这一个人 回到那个酒店去 要喝酒的时候 摆个大爷的样子 一个样子 好像还是一样 是那个高阶警察 不是 高阶的官员就对了 进去 那个老板也很客气 他 送你来 把他安排到 那个毛玻璃的包厢里面 安排进去 他就打 联络所有的 该联络的人 来到他的那个 钢琴酒吧的时候 其他 那些女生还有客人 他说我们今天没有做生意了 把叫那些女生 通通走 只有那个傻傻的 还在那个 那个玻璃的包厢里面 那所有的小姐都走了之后 那一群人进来 插身而过 那插身而过 进来之后 七步的 六七步的标行大汗 有的年纪比较大 他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他说 某某某 听说你升官了 你现在 不知道调到哪里去服务了 他讲话还没讲出来 然后另外 就先把他 呼一个耳光之后 就在里面 把他凌虐了一番 凌虐了一番 叫他还钱的还钱 叫他怎么样 反正叫他想办法 就还就对 那另外一个年纪比较大 五十来岁的 就讲那句很经典 他说你来我们这儿 都喝21年 计划 杀路21年 皇家礼泡 35年的蓝带 我请你较好 我才有五十多年 好可怕喔 拿那个益开罐 去厕所尿尿尿尿尿一罐 叫益开罐 五十几年也没错 就把他慢慢的 益开罐那个孔还小 慢慢的喝喝喝喝掉 他不喝电极棒垫一下 不喝电极棒垫一下 但是因为后来 我说那个女生 有跟他擦身而过这一群人 那一群女孩子走了 这一群人进来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女生 跟这个男的 有认识 但是没有交往 他觉得不对劲 才偷偷打电话报警 到我们盘司所去 我们盘司所 同人到现场 在找警备队 总共十个人去 把那个人救了出来 好我们再来看看 这位台湾黑道传奇 阿尼基 已经救美空赢去 就是这位照片中 长得非常帅 看起来已经有点像 日本人的阿尼基的 这位何茂记 何老先生 他已经去世 在2008年 肝癌的时候去世 可是他几乎活过了 一个世纪 非常的传奇 大家都称他叫 没记住 没记住 好我们就从 说他到了神户开始做起 他当时到了神户 他也说我能干嘛呢 结果后来 他就想 有很多台湾人都到日本 他就先找这些台湾人 同乡嘛 就问 他们就说 没记住 我跟你说 我们台湾人在这边打兵 可是常常都在 三口主开的赌场输钱 那怎么可以 对不对 那我们 就赶快去 跟三口主打一架吗 还是说去治理他 不是 去抢他的赌场 我们在那里输钱 就去抢啦 好 你看后面中这样子 就帅帅的 各位 他去抢赌场 你以为怎样 他要带三个东西 三个格西 你猜带什么 枪一定要的吧 手榴弹跟刀 对不对 不对 他带了镜子 梳子 加吹风机 因为人一定要帅 我告诉你 不计刀的 所到之处 他的头发一定是抹油 抹得好好的 一根都不能敲起来 洗肚子好洗 对 洗肚子好洗 然后走过去 人都走了几公尺 还是香味四溢 因为他要喷香水 好 就这样帅帅的就去 据当时他们的那个 台湾人的回忆说 他到了京都三口族的 那个赌场 其实里头三口族 人很多 可是他一进去 他赤手攻击进去 钱箱拿出来 为什么 因为赌场不是都有抽头吗 都把钱放在钱箱 他也知道那个钱箱 钱最多 他把钱箱拿出来 然后他把这个钱箱 都当着所有那些 三口族的大哥小弟妹 把钱倒出来 我是不嫌 我就是要来 唱你的钱 所以那时候一战成名 但不打不相似 也因为这样 可能三口族也对他就是忌惮 后来他们就变得 就不打不相似 就变好朋友了 所以你看看 当时他跟三口族 就变好朋友了 可是他反而跟当时 有一些的去台湾的 角头处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台湾人 叫大头贵 大头贵 他常常欺负台湾人 他没记住就很不爽 就跟他讲说 你不要欺负自己人 结果呢 两个人就结仇 有一会儿呢 这个大头贵就很坏 他这次没记住 回到他日本住所的时候 就埋伏给他开枪 而且内侍开枪 也是他怎么都不会死 很怪哦 那个大头贵 大概想都想不到 说有可以杀人家 可以杀成这样 他先朝他脚 砰砰 就是要他双残就对 砰砰 好 没记 我还死 砰砰 然后完毕之后呢 还有一枪是打到墙壁 墙壁再反弹 然后打进了 没记住的胸膛 也没死 可是大头贵心里想 一定死了就跑了 对 结果呢 没记住没死嘛 有一天 小弟回来发现 住的没记住了 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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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住的住的住的吗 去拌手廟 这次不是拿化妆箱 这次真的拿穿了 拿穿 一个人哦 他还没带小弟哦 就跑去找那个大头贵 他说死人啊 这是贵啊 这是贵啊 你若没死 我就是没死 枪拿出来 他就跟旁边的小弟讲 不关你们的事 就是我跟你大哥的事情 走 他们就走了 走的时候就一对一嘛 然后就跟他讲说 我提醒你不要欺负台湾人 你呢 竟然还来杀我 那这是你自己找的 砰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打死 当然要坐牢 所以后来他去日本 在日本坐了十几年的牢 而且一进去坐牢 他的妈妈台湾在台湾 死讯传来 他在监牢里头 跪了三天的三夜 好 大家看一下跟美空云雀的关系 因为我们晓得 美空云雀这一世 日本的国民歌手天后 没错 当时他出生于道川会 可是却拜三口主为大哥 那刚好没记住 是不是在日本关系很好 他无党无派 两边刚好都无牵无挂 就这样一个很难瞧 双方道川跟三口已经火拼了好几年 为了这个值钱的合约 为了这个值钱的三 这个我们讲的美空云雀 那这个三口主跟道川会 打了好几年 竟然是一个台湾 在汤汉区的人 把他给桥定 你说厉不厉害 厉害 所以三口主的人 看到他才会都夹到欢迎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讲到早期的军中 其实大家都想到那两撇 这个浓浓的眉毛 好伯春 好伯春应该是一个 惹不起的人了吧 居然还有人是好伯春不敢惹的 只有一个 蒋伟国 半个叫宋新莲 那这两个人 那我先讲蒋伟国的故事 蒋伟国说 他说好伯春对于五个军种 包含宪兵司令部 总共是六个军种 他说六个军种的总司令 或者司令 办公室主任都要他指定 凶悍吧 就是办公室主任 只是我派的 是郝伯春派的人 天天要把总司令的行程 跟他报告 那其他的军种的总司令 敢怒不敢言 只有一个谁 蒋伟国 蒋伟国非但拒绝 况且公开讲 好 人家劝他 你不要得罪郝伯春 他说什么郝伯春 他说他是我家臣 他就直接讲 郝伯春说是我家臣 所以不用理他 所以他办公室主任 是他自己选 所以中郝伯春 中郝伯春任内 他想去联勤总部 只要看到蒋伟国在 他很少去联勤总部巡视 还有第二个 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叫 半个叫做宋新莲 宋新莲有一次 国民党在原山开会 好 原山饭店开会 我们被挡在外面 随乎把我们挡在外面 电梯里面只有两个人 一个郝伯春 一个宋新莲 结果我们从电梯外面一看 郝伯春在看左边 宋新莲在看右边 两个在电梯里面 居然不讲话 也没握手 那宋新莲呢 就是军群局长 军群局长是郝伯春 派系的卢光毅下台以后 结果呢 郝伯春要派另外一个 没有想到你知道 派了谁 那宋新莲就指定 他的担任过 他的师长叫做英中文 接军群局长 好 从这个例子 可以看得出来 那郝伯春是非常蛮横 郝伯春蛮横到什么地步 连空军总司令叫郭鲁林 他倾下条子 以后本军不得成为科技军总 那海军呢 刘和谦呢 就是他说他对不起海军 就是郝伯春一直在砍海军的预算 那还有一个最可怜的人是谁 蒋仲林 蒋仲林可怜到什么地步 他上任第一天的致辞啊 说要注意身心健康啦 衣服裤子要 要仪容要好了 然后呢 蒋仲林到陆军部队视察 你知道吗 通通叫军官跟士官士兵 你把裤子脱下来 干什么他要验 那你穿的是不是黄埔大内裤 为什么 因为黄埔大内裤宽宽松松的 然后又用带子绑 又用带子绑对不对 那很多像我们这种军官呢 听都不听我们自己穿BVD啊 那个还有那个 那个什么其他白颜色的那个 那个内衣 结果呢 蒋仲林说 你要穿草绿色的那个内衣 还要穿黄埔大内裤 所以他到军中只是视察这个东西 我们那个时候就笑那个什么 蒋仲林 说 报告总司令 那你到部队去那个视察 专门看黄埔大内裤干嘛 那蒋仲林很那个尴尬的笑一笑 那这件事情蒋仲林就记住 那郝伯春是把蒋仲林给拔掉 然后蒋仲林调任参军长的时候 他万万没有想到 李登辉就是用了蒋仲林 那只要郝伯春他晋升的名单 呈上来的时候 你知道蒋仲林怎么样 一看名单那我不拒绝 高仁和对不对 我照样让你升 可是黄创夏我也要让他升 就用这种方式把他稀释掉 所以我们可以看 那郝伯春的强横 从这个地方看了出来 那军事将领 大概一个半敢得罪他的 统统都被郝伯春贬下台 一个是蒋仲林 一个就是宋新莲 有些人我们觉得他惹不起 是说敬而远之 讨厌甚至害怕都有 有些人我们不惹他 太尊敬他了 是的 这个人是一个常务文官 这个常务文官 他公开唱仰台独 而且还和美国着手进行 结果蒋介石和蒋经国 都不敢动他 都没有动他 因为这个人叫杨熙坤 他有非洲先生 杨熙坤是什么 就是1950年的时候 他在外交部 当了非洲司司长 那时候因为二战以后 非洲很多国家脱离了欧洲 开始独立了 杨熙坤就想到了说 将来台湾在联合国一定会出事 所以要把这些小朋友 黑朋友通通抓起来 有远见 有远见 抓起来之后 在联合国里面 他们就会举手支持中华民国 举手支持中华民国 所以他在非洲司的时候 他就天天的一年到头 都在非洲跑 然后都在非洲跑 然后就带着我们的农工处 带着我们的农耕队 还有台电公司 去帮他们建水库 铺道路 教他们种田 甚至连孙韵权 都曾经去非洲 帮他们盖过两年的电厂 结果他就要带在带 所以非洲对他非常尊敬 叫他非洲先生 可是他其实除了这些 带着我们这些农耕店去弄 然后里面有很多略习 什么都经历过之外 他最厉害的是 他还知道欧洲人 还有非洲人的口味 所以他有独到的一个秘方 他自己会炖牛肉 炸春节 所以他每次会把这些 非洲的政要找过来 请你们吃炸牛肉炖春节 而且还发明了一道菜 因为他不是叫他们种田吗 那种田不是有五股杂粮吗 他就把他们种了出来的 五股杂粮变成八宝饭 可是光吃这种米饭 这种杂粮不好吃 台湾当时有那个 我们还记得小美冰淇淋 香炒口味 他就发明了一道名菜 就是八宝饭上面 煮好了热腾腾的 小美冰淇淋倒上去 结果没想到 这些非洲政要 每个人都吃得要 好吃得要死 所以就把非洲的关系 搞得很好 搞得很好 所以每一次 只要联合国的时候 有人代表中共 第三世界 第五国际的就说 应该是让中华人 民共和国 有一堆人就举手说 我们支持中华民国 我们支持中华民国 所以非洲先生 可是后面到最后还是局势不行 局势不行的时候 所以后来是在 美国出解密的一个叫 台北5869号密件 才知道说 当台湾真的要退出的时候 他那时候看一看 想一想知道 大事不可为 但是这些非洲朋友 还会挺他的 所以他跑去跟 美国的 当时美国驻台大使 驻华大使 马康卫说 我们有个想法 你回去请美国来处理 然后怎么样 中华民国一定要 这个席位保不住了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过来 没关系 然后我们就改名 改名叫做 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 中华台湾共和国 这样子过去 就是一国两席 而这一国两席摆进去 而且中华像阿拉伯一样 它是没有任何政治意涵 阿拉伯就很多阿拉伯阿拉伯 就是这是一个种族而已 但是叫做台湾共和国 所以这第一次台湾共和国 是由这样一个 外交部的常务文官 直接提出来了 提出来之后 美国想说 可以讨论了 所以还上报上去 但是后面又讲了 其实蒋介石 也不是那么的拒绝 但是蒋介石 要有面子的问题 所以你们美国 要派你们的副总统底上 到台湾去跟蒋介石 讲一讲 结果后来蒋介石 还是想一想说 实在不好 实在是汉贼不能两立 所以蒋介石还坚持的 就是下令说要退出联合国 如果当初听杨西坤的话 那台湾呢 就是台湾共和国 现在在联合国里面 就一直定到了 可是你看他讲成这样子 在那个时候是戒严时期 什么人随便讲个话 随便看个书 看个简体制就被抓了 蒋介石不敢动他 因为为什么他在非洲 关系太好了 后来又更重要 所以他会变驻南非大使 而这驻南非大使那十年 把南非搞得好好的 那对我们台湾的 另外一个事情也很重要 所以当时我们的海工号 就跑去南非 弄了所谓的南非家 然后呢 又原料就不晓得 怎样就回来了 当时我们的原子弹 就开始去试作 所以到最后 他过世的时候呢 你看一路过来 曾经是一个 公然畅阳台独的人 在国民政府里面 没有人敢动他 连蒋介石都不敢惹的人物 这就不简单了 再接下来看看警戒 警戒有一些女士们 扮演的是警爬都不敢惹的角色 地下局长 地下分局长 地下所长 统统真是 我们的一些名称是怎么来 都也是 他们的先生就是在位那个位置 我在工作时候 我在几十年前 那时候最流行最流行的 我们都后面加两个字 比如说我是高阶的高人和某某警官 那我的夫人叫做高妈妈 那我们就会称她为林妈妈张妈妈某某妈妈的 那你还要认识这一个局长或者是长官的太太 你还透过很多的关系才有办法跟她吃一顿饭 吃一顿饭 照这个可能 那我这个前半段 第一个讲的是 我的学长转述的 我没有亲自碰到 我转述我学长讲的 他当时是在台北市里面的一个派出所的一个所长 以前叫租冠 然后他当时我们台北市比较高层的一个官员的夫人 我们也称为他 比如说张妈妈林妈妈这样子的 那跟他安排的饭局 他有两个嗜好 第一个爱吃饭 喝酒 就是吃饭 喝酒 喜欢喊全 第二个嗜好喜欢打打麻将 所有只要这些官员 基层的这个派出所的官员 都听到 有办法认识到这个妈妈 就是爱跟他去吃饭 那吃饭的时候自己都要带酒 你带酒过去的时候 他一定会跟你喊全 喊五十十五 如果喊五就是五万 五五五就是十五万 十十十就是六十万 如果说没有没有没有 你就不要升官了 那就是没了没机会 他是怎么凭感觉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你不熟 他就跟你喊没有没有没有 当你喊到了二十二十二十 你知道二十二十 旁边会有一个像肚子的 说六十 假设啦 我们说二十二十 就是六十万 因为以前一个主管调动 他可能丙区调乙区 乙区调甲区 一路升官上去 都要这一层关系 那当然这个是我引述来的 是我自己没有接触到 对 当然这个不证实的 那我自己碰到的 我们以前在派出所叫所长主管嘛 那我们以前有一个妈妈 我们姑且不叫她姓什么了 但是同样一个出了一个缺之后 那个缺我们派出所同仁大家要抢啊 因为我们不能都关就卖 工作多大家都叫我签户大人啊 为什么签户大人 我管了一千多户啊 那一千多户光是写名字 你要写到 写到手软了 写到光写名字三个字 你看要写多久啊 对啊 那火到火又暖又咬又咬 那好 穿过一千蚝 欲哭无泪 很痛苦 而且管了很偏短地方 后来我们几个同仁 往比较 我过了桥 我们以前中山峰桥 都说过桥过桥 过桥过了新生高架桥 过新生高架桥就是 比如说中三一派出所 中三二派出所 圆山派出所 我们这不价格的 我们都是在民权交缺这个地方 那因为我就问我学长 我说 现在出企出了三个缺 我们要怎么样去跟 我们某某妈妈来跟她打烧糊 我那个学长还跟我讲 简单 很简单 那就是洋酒买两罐 茶叶买两罐 我一听 哦那简单啦 洋酒买茶叶 太简单了 我们以前想要去里面 工作我们的能力范围绝对够了 然后我就跑去旁边吃 旁边去跟她打烧糊 我买酒我问说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喝酒 不懂酒 我说什么样的 用酒更好 她说人头麻 我问人头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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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她打烧糊 两瓶人头麻 然后再买了两罐茶叶 那以当时我的工作薪水 一个月一万七八千块 我一斤茶叶买了两三千块 买了两罐都买了五六千 加上那个酒 就买了快一万块 过了三天后发表 我也像我关廟 关公和关兵一罐 我们也想不到 奇怪 平平也是有去找这个妈妈的 我们都去人家 拜访啊 去拜访之后 我就问我们其他较老的 年纪更大的 四十几年式了 我就问她说 为什么大家都送礼 她就叫我送茶叶 对啊送酒啊 我为什么还是这样子 又一样在这个工作繁重的馆区 我那个学长和苏队 半年再跟她开工 值班的时候跟我聊天 她说你送的茶叶 你送什么茶叶 我说她说茶叶我也不懂 我就送茶叶 那你送的酒是什么酒 我问人头麻 她说那个人 跟你讲那个人很坏 茶叶里面要放钱 你再便宜的茶叶都没关系 那个茶叶罐里面要放钱 你怎么跟我说 我又不懂 我没有放 他说没有放 你不把你管你 你不把我保护就好了 你不放 你送的酒人头麻 你没有送路易十三 XO以上的 你送那个什么酒 路易十三 对 你说送那个酒 你这个不够格 你这个以后要学 我不懂 路易十三一瓶都超过我的薪水了 那茶叶里面要放多少钱呢 我不知道 她也不告诉我 她也没讲 有的人是打黄金 拍金嘛 拍元宝 我们不知道 亂说我还欢迎 再去 那时候路易十三一瓶是多少钱 三万块 三万块 要拿两瓶 现在已经八到十万了 路易十三这么贵 三万 我薪水再满费 我们不知道 不懂 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很多 这店是要借钱 来买东西 拜托钓单位 也不敢 也不懂 所以我就管便利馆 管很久了 管便利馆 我认识一个是管 那个 那个动物园 不知道吗 不懂 可是他表会了 原山 他表会了 几十年前 他说 表会了 表会了 不是这个原山 不是这个原山动物园 是另外那边的原山动物园 那边连一家特种行业都没有 他表会了去表 当年警戒 当年 什么妈妈什么妈妈 对对对 他去表会了 半年回来 哇 烤斑 我过来 你知道吗 外面 那台 看到没有 那台没有 以前都塞国散 我那台是松鼻的 这样 好 你说他表会了 換所材料 半年的时间就掛下来 他们本来已经 交付这个 这个分局的刑事组 那时候叫刑事组 惨到一家特种行业都没有 就算我想要贪污都没办法 你知道吗 因为一家特种行业都没有 他这口真的表会了 他真的要去 去后真的半年后 回来 把我们店银人又跌着 我看你都把他灌输错位 加持官 你知道 他那些董事业 跟他同学回来 跟他说 哎呀 阿渡了 应该来表会比较好 什么 这当年 当年确实是这样 人何就是不知道要表会要做钱 他不知道要表会 把他送茶叶去 人家想说 茶叶倒出来 去看哪里 还订到一次 想是看不对 才把茶叶罐剪开 只剩下 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 事实上那个 讲到这个对不对 当你说有没有那个 刚正不阿的警察警官 有 这个人我们都叫他蒋青天 在那个台湾 当年那个台湾的环境里面 他的名字就叫蒋严远 你知道吗 当过中山分局长 然后后来绕了一圈 要回来 当了中山分局的督察长 那么他回来以后 耳闻 中山区的脱衣陪酒 这么风光 那这为什么都破不了呢 为什么传那么多 后来因为很多人 跟他检举了以后 他就立刻自己就下令 中山分局相关单位去给他查 回来永远查无色情 你知道吗 他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都没有 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 他穿了一个青年装 然后跟各位说 那么大臀大饭店 除了南八里楼 中山分局之后 有三种人在里面进出最多 军工教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人都会进 所以他穿青年装进去 人家不会觉得可疑 你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的环境就是这样 很多人都进出这种特殊行业嘛 他就立刻 现在电队搭了到上面去 一间一间 那个包厂门打开 那里面就脱衣配酒 不是要整个地方 坐那里小姐都没穿衣 进去之后看到了 人家就想说 你是要做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走错包厢 走错包厢 然后就绕到另外一层 另外一间 那一间一间打开 都是这样啊 都是这样 那为什么我下令查都这样 一定有问题 所以后来请检察官搜索票 叫他的都三组组长 那么大家弄好了以后 凌晨 特别不调中山分局的远警 去调霹霓小组 去调女警队 叫旁边周遭所有的 那个其他的资源警力 跟这次要抓江青梁 那种意思是很样 特别透过 跳过篮头就对了 结果碰了下去 抓住 他破了我们台欧 台北市当年抓那种特种行业 人数破获人数最多的 96位 你知道吗 整栋把他给他全部抄掉 抄掉以后 分局没面子啊 对不对 第三天把另外一家 也很大的也抄掉 然后呢 在我认内绝对不会让他重生 一个多月后 督察师又来抄了 又来抄了大屯大饭店一拜 你把屯改了一个名字 又重新开了 你知道吗 后来就是因为连续两次 被蒋宴家弄了以后 终于把全台湾最大整栋的脱衣焙酒 整个人都弄掉了 所以台北市的脱衣焙酒的时代 就这样结束 才有后来又衍生出了什么 制服酒店啊 便服酒店啊 礼服酒店啊 就这样来了 对 我补充一点点 我补充一点 蒋炎原是我们一手拉爬我出来的 我们是被他那批拉爬出来的年轻人 他唯一一个故事 我讲真实的故事 那个时候我管冰江果菜市场 我看着他 我骑着摩托车 我看着他 拿着他的一双皮鞋 去我下去里面 补皮尾 补皮鞋 他那双皮鞋是政府发言他的皮鞋 他自己住的是公寓 四层楼的公寓 他真的很 这个蒋炎原 延续的原 那个 远近的远 对 远近的远 他就是我的恩师 如果你还不知道他的事情 那我讲一件事 你就一定知道了 台北市最飙车最可怕的 在北投大都路对不对 就是被蒋炎原一手掏掉的 你就知道他的个性 又能抓色情 又能搞飙车 把他全部都弄掉 一个剑步踩上引擎盖 男子大招踏过车子 立刻跳下逃离 美国旧青山 这辆价值一千两百多万的 红色蓝宝尖尼 停在路边 却遭不明男子踩在脚下 更没想到还有第二回合 顺利溜走的男子又折返 打算故技成师 没想到被车主带一个正着 两手抱住后 狠狠地摔在地上 好几名黑衣男对着地上的偷心男 狂踢猛踹 一旁小三心疼其人 不顾一切上前解围 却照样逃不过 雕俗大汗 暴力对待 又是扯法 又是蜡翼 接着又对小三八头暴打 小小房间尚用威欧细码 中国大陆抓奸场面 越来越夸张 偷师男遭双手反反 大老婆找来的抓奸部队 对他连山好几个巴掌 还不忘道德劝说 抓奸抓到仿佛格斗场 但气到动用私袭 可是各国都有 过去曾有泰国原配 把小三抓来 对准头部连踹八脚 还有战斗民族 发现女友劈腿 直接把女友倒栽葱 塞进了色彤 只能说感情纠纷 谁对谁错很难说 但弄到动手打人 可就难看了 舞台上的俄罗斯舞者 神奇舞步 文明世界 一个个仿佛都有 漂浮神迹 身穿传统服饰的女舞者 不是走也不顺跳 在台上流称的滑行 无论看几次都令人惊艳 空灵表情搭配漂浮的步伐 宛如在音乐盒上 转动的真人娃娃 几具吸引力 似乎又带着一点诡异 每个人看起来几乎保持静止状态 连裙摆都没有动 让人相当好奇 这裙子下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先来看这几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画面 战斗民族太狂了 对 没错 人家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战斗民族为了跟全世界说 我的防暴衣有多棒 找一个人穿防暴衣 过去就对了 真的是地雷 他一路走过来 爆炸的过程当中 姑且不论他那什么钢片什么东西 他的冲击一破就怕死人了 你知道吗 真的 爆炸的过程 我们这一位被穿着黄暴衣的这一位 对不对 试暴员 他就这样走过 而且很近啊 你没有发现 你看他的白色的都已经染成这个黑色的 脸有没有遮住啊 他还是一路走 你没有发现 事实上就在他前面旁边爆炸 他还是一路走 一路走过来了以后 二楼市就在告诉你说 我的防暴衣好到这种程度了 我买了 太厉害了 没有错嘛 可是你们有没有觉得呢 太有说服力了 火还要烧过去 表现我就OK 对不对 烧过来了以后呢 你看他沿路这样爆 沿路不断的这样爆 是 全世界我相信应该没有正常人会这样子 拿自己的这个等于说布下去这样试验嘛 然后这样爆嘛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还有什么更夸张的事情呢 跟乌龟kiss kiss到后来乌龟就咬到 他在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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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折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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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在折腾啊 他在折腾啊 他算运气很好 为什么呢 在台湾民间传说 要丹尼公喔 他才会棒 还好这种乌龟可能跟他感情还不错 所以后来旁边的人赶快 你看他很小心喔 用手 他也怕手标都被抓到 你没什么事 你吃乌龟看什么嘛 莫名其妙 不过他还不错 他后来没有恼羞成度了 他脱困了以后 还没把他刺死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知道 政党民族的人是真的没了 跟他们听到 好 青乌龟就没了 对吧 还有比一个更无聊的 还有更无聊的 为什么呢 要撤击人类的疼痛的这个 疼痛的等于说自己本身的这个 疼痛的这个尺度呢 干什么 电极棒 你看到真的是电极棒 用电极棒干什么呢 我们来表演测试看看 每个 我们每个人可以容忍 自己电自己几次 电极棒 就真的拿来由旁边 他交给旁边这位 这位就开始 各位不要学 因为他真的就电了 一开始电的时候呢 他会哀 你知道吗 还哀一下 还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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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他会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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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 他現在徒手拼玻璃瓶 徒手玻璃瓶沒關係 他拼的是速度喔 你看他那隻手奇怪 他怎麼都不會流血 玻璃碎片也沒有砸到他的手 而且你以為他打完那一排已經夠狠了 結果沒有 他轉了彎 然後呢 S型的繼續繞 好 拼完了之後 他讓你知道空手奪白刃 這多厲害之後 他還讓你看看 我可以一肩挑板凳 不對啊 一肩挑扁在那旁邊那什麼 好 惠銘看一下 機車嗎 對 一台機車載怎麼樣 也要有一百六七十公斤嘛 那兩邊這樣挑 他肩膀是什麼做的 還沒有 那手機也很奇怪 那手機真的是鋼鐵人 你看 牙齒怎麼來了 他在那邊不動 是因為後面有一台機車上面載的人 在跟他做拔河 而且旁邊有位大媽在幹嘛 天啊 為什麼這樣一直冷眼旁觀 有沒有 倒數了 在破紀錄啊 惠銘在破紀錄啊 結果旁邊的人是不是在拍手 破紀錄了 好 不止喔 他的紀錄不是只有跟機車對峙 他還可以把一位大叔 直接用牙齒給咬上來 天啊 你就可以發現說 這個人真的 他是綠巨人浩克的現實 確定他沒有牙周病 牙齒就掉光了 我們聊天的同時你看 他說 拜託專心看好不好 我現在叫卡車給我嚇過 不是啦 他們是鋼鐵人 浩克加鋼鐵人的印度版 可是有人呢 是歷切一大 有人是不怕火燒 怎麼會 你看看這位瑜伽大師 天啊 總不可能說那個 袈裟是金鐘罩鐵布山法 應該不至於吧 但很奇怪喔 這位瑜伽大師 他就這樣躺在那個獵獵火堆 唉唷 我們烤肉的時候 被煙燻到都已經會燙傷了 他是直接這樣火烤 不曉得到底 他是不是有煉了什麼樣的內力喔 所以才能夠抵擋火 是 還是說這個 你看 慧平 這什麼 這夾沙燒焦啊 給你看啊 燒完了 人又好好的 對啊 那是真的火 所以這個無法用科學解釋喔 還是說他的 火烤瑜伽師 忍痛力可能不是一般人的 不過印度呢 他們對於神明的這個崇拜 你看看最近出現一個新的神 袋鼠神 還是袋鼠精 我不知道 反正呢 這個袋鼠呢 現在放在路邊 結果就有很多的印度夫人 對他恭敬有加 摩拜 獻花 灑水 那袋鼠神到底有多神 一點都不神 因為他不是神 他是垃圾桶 印度的政府 其實不過只是去做了一個 袋鼠造型的垃圾桶放在路邊 結果印度的婦女經過就覺得 這一定是神啊 沒看過袋鼠是不是 或者是說 印度人本來就比較迷信 石頭也拜 動物什麼雕像都拜 看到袋鼠那當然不放過啊 所以呢 大家就覺得說 其實 其實剛剛看的那個袋鼠的垃圾桶 被當成神明 讓人啼笑皆非 來到了泰國 我們可以看到高升學很多的 讚嘆西腹 西腹到底有沒有法力啊 泰國的西腹是真的很厲害 你看這油鍋下面在燒火對不對 對 然後上面這個油煙一直冒 他全身都已經冒出大汗來了 坐在這邊纏坐著 打坐著 人家講說這個西腹真的很厲害 孫悟空和楊角大王 可能都是跟他學的 都說了 結果呢 就真的好厲害 但是後面有人說 原來喔 這個西腹呢 是有方法的 但是 有一個西腹呢 是真的就是很厲害 抓地 大家一看到就嚇了一跳 他在那邊掃地 可是每一個動作呢 都非常的有力 樹葉就好像落葉一樣 一掃 就是看起來他可以摘葉傷人 對 後面再仔細看呢 因為他們穿著夾衫 八塊肌 全身八塊肌 身材這麼好的西腹 身材這麼好的西腹 後來一查 他真的就是物靈的高手中的高手 他叫做波球班財民 他原來是一個 泰國拳的一個冠軍 而且是世界泰國拳的冠軍 是 他曾經初賽424 然後贏了370次 125場 就把人家給直接的KO掉 看他的肌肉 好可怕喔 對 你看他的肌肉 他練起來他的身體那個 尤其泰國拳呢 是世界上最會跟那個桑伯一樣 是世界上最大的必殺技 前兩名的 所以你看他打了之後 人家怎麼打 他都是完全的天下第一的 而且他真的是 世界第二屆的泰國拳的世界冠軍 但是呢 後來是因為泰王過世 他們是非常崇敬泰王 所以他是為了要幫泰王那個 祈福 是 所以他暫時出家 暫時出家 所以看到掃地生 就派去掃地 沒有 他缺了桌子 一樣從基層做起 但是你又看人家那個廟的 鄉口也一直就頂盛起來 人家想說哇 一個掃地生都這樣子了 對 這家廟真的是不簡單 重現金庸小說的場景 原來絕遠師父張三豐 所以他的徒弟要小心 搞不好就是張軍寶 就是張三豐了 可是呢 有的時候呢 一些民俗療法也是很奇怪的 那這個民俗療法呢 他們就是說 因為整個聾雅少女 又聾又雅 所以聽不到也不會講出來 他說沒有關係 我來做法 我就可以幫你治療 所以你看到啊 嘴巴張開 他手就伸進去 伸進去之後呢 就這樣挖挖挖挖挖 然後呢 就把你這邊 打耳光 然後就說他可以好了 這叫民俗療法 為什麼呢 他是說他一挖 就把你這個身帶的 被阻塞的地方呢 給你挖通了 然後打打他耳光呢 你的耳朵這邊呢 耳膜就通了 這電伏梯呢 一開始前面走的那個老太太呢 是後面那個人的媽媽 然後呢 他走前面 女兒走後面 女兒還抱著他的小女兒 小嬰孩 結果突然這電伏梯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股吸力 把它往後吸耶 有沒有看到 然後結果女性跟女嬰都倒了 然後前面的那個外婆 竟然也莫名其妙被吸下來 所以看了這個監視器畫面之後 覺得很邪門 我現在要跳舞給大家看 來 一上去 來 越快越快 像不像那個 像 那個我們講的朱樂盒 摺著跳 跳什麼 人家是不小心被捲進去的 他們被捲進去的 那是 慧美你真的覺得他下次要跳葡萄錢 給你看嗎 你要搞清楚耶 他就這樣扭了一下 扭了一下對不對 我去那邊扭了一輩子也沒人理我 你知道嗎 他扭了以後 馬上賞賞賞賞賞賞賞 禮物就賞了 結果他半年就得到新台幣 一千六百萬以上的禮物 半年 一年大概三千兩百萬以上 平均一個位兩百七十萬台幣 各位如果要算那個韓國的話 五六億以上 十幾億以上 怕死人 他就這樣子而已喔 就是這樣子每天 然後自己的五步 你不服氣是不是 不服氣 為什麼伯伯都是人 因為他對面有不是整形出來的 不服氣